现在这个高温天气基本上已经到了 今天的气温大概 如果说再过几天到高温的时候 气温能达到35度以上 很多种植货到这个天气都比较头疼 头疼什么呢 就是它棚内温度高的话 那就影响作物的一个生长 而且会增加病害的发生 咱们这个种植货 它面对高温它采用的方法比较省事 就是把这个棉被直接给它放下来了 放下来之后就是把这个阳光彻底遮住了 刚才我进棚里边看了一下 棚里边温度确实比较低 在里边感觉还比较凉快 但是呢这种做法 我感觉是错误的 因为啥吧 这个作物它在生长过程中 它干物质积累 它主要就是靠这个光合作用 可以说90%的产量 它来自于光合作用 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1点 和下午的2点到3点的时候 它正是作物光合作用的一个高峰期 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天气比较热 如果说把这个帘子放下来的话 那基本上作物光合作用 它都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这样的话它对作物的产量 包括作物的品质 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建议种植户们呢 如果说是咱们到夏天 不要偷懒 就这个卷帘 如果说遮阳的话 最好是使用遮阳网 根据每种作物的不同 咱们用不同木树的一个遮阳网 去进行一个遮阳 这样的话 它能让作物起到一个很好的光合作用 如果说是用这个卷帘的话 最好是用这个花帘 就是卷一边 然后就是一道一道的 有些卷上去了 有些放下来 但是那种就属于一些人工的卷帘设备 如果说是大型种植的话 比较麻烦了 最好还是使用遮阳网 另外就是在使用遮阳网的时候 不要让这个遮阳网挨着这个蓬膜 它会影响效果 最好是把这个遮阳网给它织起来 织多高呢 就是大概20公分那样子 这样的话 它遮阳网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希望咱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经验 对咱们种植户有帮助 如果说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关注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农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光头傅老师 关于玉米除陶剂 到底能不能和杀虫剂进行混合使用 这样的一个话题 这段时间农户咨询的可相当的不少 为什么要混用呢 农民肯定是为了图省事吧 本期呢就讲一讲 玉米除陶剂剂到底能和什么样的杀虫剂进行混合使用 哪一些杀虫剂不能够混合使用 在玉米上常用的杀虫剂主要有 橘子类 烟碱类 以及呢 有机磷类 玉米除陶剂可以和橘子类进行混合使用 比如说高效绿浮青橘子 也可以和阿味菌素以及加味盐 进行混合使用来防止玉米上的一些粘虫 以及玉米米 或者说呢 笔冲林 吸定冲安 也可以和除草剂进行混合使用 那么不能够和除草剂进行混合使用的是哪一类杀虫剂呢 就是有机磷了 有机磷一般呢 就是包括比如说新琉璃 毒死皮 乐果 滴滴味 等等 在除草剂的前一周和后一周 都不能够去使用这个有机磷 也就是说你有机磷和除草剂 最起码应该间隔出来七天的时间 否则呢 很容易出现要害 上面呢 讲了这么多 农民朋友呢 已经知道了哪一些杀虫剂能够混合使用 哪一些不能够混合使用了吧 但是 有一个但是啊 我的建议是 除草剂最好是单用 因为除草剂你的目的就是一个杀草 对不对 你在除草的时候肯定要对着杂草 以及地面和玉米行间去进行喷雾吧 而杀虫剂 它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个玉米的结稿 或者说是玉米的进击部 那么去进行喷雾 如果一旦混合使用 农民到底是对着杂草去进行喷雾呢 还是对着玉米植株去进行喷雾呢 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呢 如果说除草剂已经出现了要害 那么你可以使用赤霉素 再加上云苔素 再加上瘾剂液酸的去进行缓解 好了 感觉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在下方呢 给你们的光头副老师 点个赞呢 农民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光头副老师 黄瓜纸开花不结瓜 这样的情况 你们遇到过吗 是不是应该经常能够见到呢 我上周在出差的时候啊 在农民的菜园子里面 就发现这个情况了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黄瓜的植株啊 它在生长到一定的过程以后 那么黄瓜的藤蔓已经失调了 也就是说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 已经不平衡了 从而呢导致了蜂长 直接破坏了那么黄瓜 它植株再分支这样的一个能力 造成了只开一个熊花 但是呢不开瓷花 或者说每隔几节以后 只有少量的几朵瓷花存在 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其实想要高产 简直就是一个天方夜谈 相对正确的一种解决方法 就是说当黄瓜的植株 那么长到四片叶以上的时候 而且瓜麦的长度也达到了 四十到五十公分的时候 一目的就可以去使用 耐益酸或者是三十碗唇去进行喷雾 一般的 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像这个使用量上 建议呢可以使用 十克的耐益酸或者是十克的三十碗唇都可以 好了 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在下方呢 为你们的傅老师点个赞 刚才啊在出草的时候 发现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也不能说是好东西 只能说是比较有意思 就这种马泡 看着就是像甜瓜一样 它长得可 开到花啥 以前我记得以前小时候 看到这种东西 感觉就是小甜瓜 但是吃到嘴里边也非常苦 然后就当作一种玩具来用 就是长熟之后 在手里边给它揉揉 能揉得非常软 里边都是籽 一挤的话 里边这个籽都出来了 这种东西在农村 农民是非常讨厌的 因为这种 它这个羊子啊 特别特别的长 咱们看一下这个羊子 拉着大概有四五米这么长 它生命力非常顽强 只要这个籽扔到一个地方 它就会活 成活率非常高 虽然说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杂草 但是呢 现在被一些人认为 它是一种防癌的神器 说是这种东西 它有防癌的功能 还有节酒养肝的功能 有一些地方啊 说是传言有种植这个东西的 但是我个人不是太相信 究竟这个东西 它有没有一些要用的作用 这个还在考证 但是呢 最起码这些 今天遇到这块东西 想起来 小时候 在地里边干活的时候 一些情景 咱们网友们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东西 你们是怎么玩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边留言 可以讨论一下 龙面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光头傅老师 本期还讲一讲玉米吧 这几年 玉米的除草剂 已经是去向以苗后除草剂为主了 因为苗前的除草剂 一些弊端越来越大 本期呢 就和大家聊一聊 玉米苗后除草剂 一些正确的使用方法 以及呢 注意事项 现在的苗后除草剂 一般常用的配方呢 主要就是比如说 盐米黄龙啊 销黄草童 以及是复配的幼曲精 以这些为主 在玉米苗后 两片叶到五片叶 是可以去进行全田喷雾的 但是啊 农民朋友记住 但是 甜玉米 以及这种甜 以及糯玉米 或者说是有灯海系列的部分品种 很容易去出现要害 所以说 咱们农民朋友在使用的时候应该慎重的选用除草剂 第二个方面 也就是说 在打药的前后一周 不要去进行使用油激磷之类的农药 比如说 比如说新榴莲啊 麻辣榴莲 乐果 这些农药 这些呢 因为都属于是油激磷的 很容易造成一个要害 玉米呢 在六到九片叶的时候 也是对除草剂最为敏感的一个时候 很容易出现要害的 过了九个月之后 我们就要考虑 这个剂量是不是应该要降低去使用 在喷雾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定向的喷雾为主 以这些方法 就要稍微的慎重一下 另外呢 在选用 描画除草剂的时候 像 二四地丁纸啊 或者说是二甲斯利纳 一般含有这两种成分的除草剂 千万千万不要使用 比如说你们在田间 常见到的一些 玉米 比如说椰片 现在已经变窄了 或者说这个新叶呢 抽不出来 即使说它能够抽出来 也是一个直棒子 很像一个牛尾巴 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说呢 要慎重考虑使用 如果说一旦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危害 或者是除草剂 过量使用 出现了一个中毒的现象 就要考虑呢 使用赤霉素 配合云苔素 以及呢 引多乙酸 去进行喷雾缓解 好了 感觉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下方 给你们的副老师呢 点一个赞吧 东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光头傅老师 本期呢 咱们来讲一讲花生 最常用到的两种植物激素 这两种激素呢 可以说对花生的增产效果 是很明显的 第一种呢 就是说赤霉素 也就是咱们经常说到的920 还有一种呢 就是三十碗唇 在前一段时间 我曾经做过一期 关于赤霉素 在花生上的食用以后 有些网友呢 给我评论 留言说 是不是 我讲解的有点矛盾 本来花生这个植株啊 长是已经挺旺了 需要使用控汪剂 去进行控制旺长了 可是你所说的赤霉素 它是一种促进花生旺长的一种药 本期呢 我想声明一下 花生使用赤霉素 可以去促进侧枝的增高 另外呢 花生分支数量也会增多 让花生的花针呢 能够延长 增加入土的能力 但是呢 要记住一个重点 在中等偏下的肥力地块 去进行食用 而高肥力的地块呢 我就不建议你再去使用赤霉素了 在使用的时间上 两个时间段 第一个是在初花期喷一次 第二次是在剩花期的时候再喷一次 经过喷洒两次以后 和你原来的产量相比较 最起码可以提高20%左右 另外的一种植物激素 就是三十碗唇 三十碗唇的作用 主要是为了抑制 花生净脂的一个生长 来增加那么分支的数量 和花生下针的一个能力 在花生一个生育期之内 也可以去使用两次 第一次呢 和赤霉素呢 是有所区别的 三十碗唇使用的时候 第一次是在苗期去进行使用 第二次是在剩花期的时候呢 去使用 使用三十碗唇的时候要注意 在下针的时候 就已经不能再使用了 好了 感觉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在下方呢 给你们的傅老师多多的点一个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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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